卡伦转过身,背对着老萨曼,在台阶上坐下 他懂了,老萨曼是打算殉道 我不觉得你这个选择有多伟大 我说过了,我是个怯懦的人 从我选择在这里做墓园管理员开始 我就一直怯懦到了现在,我也自认为和伟大不沾边 我一直在逃避,一直沉浸在我的世界里 我很满足,也早已习惯 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为了帕米雷斯而死 因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并没有多少的愤怒 大概,我只是不适应,也懒得再去适应了吧 呵呵,最重要的是,我年纪大了 实际上,我的年龄比你看见的,还要老上不少 这年纪大的人呐 他就容易守旧,容易变得保守 但他可能并不是喜欢守旧,也不是喜欢保守 更不是排斥改变 而是眼瞅着没有几年好活,也就懒得再折腾了 就像是坐油轨电车,你还有半站路就到站了 这时就算出现了一个空位,你也懒得跑过去坐了 就干脆再站一会儿到站下车吧 老萨曼伸出手,轻轻推了推坐在自己斜前方卡伦的肩膀 那个,我烟斗被你男仆带回去了 卡伦从口袋里取出烟和火鸡,递给了老萨曼 老萨曼抽出一根咬在嘴里,又拿出一根,递给卡伦 道,我知道你珍惜健康,但能不能看在下次见面就是我葬礼的面子上,陪我一根 卡伦伸手接了烟 老萨曼吐出一口烟圈,问道,但我还是很好奇,你心中认为的伟大,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没资格评价你是否伟大 卡伦说道,我尊重你的选择 嗨,就是聊天而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没必要上纲上线 好吧,我心中的伟大,怎么说呢,大概就是为了他人去牺牲和奉献自己 这种既正确我又很难做到的事情,能做成的人,我觉得很伟大 再具体一点呢,老萨曼问道 我曾在崎岖的山路上,看见虔诚的朝圣者,他们衣衫蓝绿,他们清静安详,他们徒步向着自己所向往的圣地进发 你觉得,他们伟大 不,我觉得在这崎岖大山上修路的人,很伟大 老萨曼愣了一下,随即明悟过来,笑道 我好像懂了,其实,在你当着我的面问候秩序之神时 我就懂了,你对内心世界的信仰,很是不屑 卡伦摇了摇头,道 没有,没有,我觉得信仰,除了给予我们内心的安宁外,更应该起到引导我们现实行为的作用 总之,对事物的认知和自身的行为,应该结合在一起 否则,如果信仰仅仅是让自己一个人陶醉和沉浸其中的话 卡伦举了举止尖加着的烟 和这香烟里的尼古丁,又有什么区别 老萨曼沉默了 两个人,默默地将烟抽完 卡伦就抽了两口,把烟丢地上,踩了踩 老萨曼则一直抽到燃道过滤嘴,才随手丢下 如果我能早点认识你,那该多有趣 不过,我还是会选择在会谈结束的那一天,选择结束自己 我说过,我尊重你的选择 卡伦站起身,准备离开了 老萨曼这时开口问道,所以,你信仰的是秩序,而不是秩序之神 卡伦停下脚步,微微抬起头,然后耸了耸肩 有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但一直没能得出答案 什么问题?秩序上面,他加一个神,有什么作用? 啊,哈,老萨曼笑了起来,笑得用手背开着眼泪 卡伦摆摆手,道,葬礼上见 等卡伦开车离开后,老萨曼在台阶上重新坐了下来 卡伦将烟盒与火机给他留了下来 他一个人坐在那儿,连续抽了三根烟 终于,黑暗中,走出来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你是刻意避开他的吗?老萨曼问道 没有,我只是处理了一下即将到来的任务,单纯的来晚了 那你吃了吗?还没有 我给你加个煤,那小子说,这火锅能煮第二次,你不嫌弃我们的口水就好 对了,那小子带来的餐具很有意思,很适合吃火锅 我不介意,尼奥在锅旁坐了下来,老萨曼又拿出了一些菜工尼奥来煮 那小子今晚对我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他总是能说出很有意思的话,因为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是啊,他说他不信仰秩序之神 哦,哦,就一个哦 不然呢,我觉得你应该给些其他反应 你要尝试拿起筷子,道 你不正是因为清楚说这些会让我对他更欣赏,所以才故意对我说的吗? 怎么,你期待我因为你说的话,对他生气 老萨曼喝了一声,道,你也很有意思 火锅烧开了,你要开始下菜 老萨曼又点起一根烟,道,我一直很不理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呢,老萨曼追问道,对我,没什么不好说的,反正我都快死了 没隐瞒你,正因为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才继续按照以前的惯性继续把该做的事情给做好 我和你不一样,我没想去死,但不想死的原因,好像也不是为了活 这叫什么,一边磕头朝圣一边在修路吗?你要加起一块煮好的肉片,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懒得和你解释了,下次你可以早点来,这样就能在旁边偷听了 说到这里,老萨曼一拍额头,哎哟,好像没下次了 老萨曼站起身,你吃吧,吃好了东西就放这儿,我明早收拾,我先睡去了 好,老萨曼推开屋门,进屋前,他转过身对尼奥喊道 哦,对了,差点忘了,亲爱的尼奥,欢迎你来参加我的葬礼 回到家又是很晚,有时候卡伦也会疑惑,自己一天天的好像也没多少正事 但次次都是深夜甚至是凌晨回家,比那些正常上下班的人还要早出晚归 反而在执行任务时,自己的作息和三餐会更正常 他感觉自己有些像范妮和佩格他们那样过度转变的趋势,好像执行任务才是自己的正常生活 推开卧室的门,卡伦看见普尔和凯文正玩着一台老旧冰箱 冰箱已经被阿尔弗雷德清理过了,外面的那一层老污垢被洗去 但外表的坑洼和暗淡是不可能消失的,他看起来依旧是一台旧家电 五,卡伦,空间盛气哀,厉害啊,这厨师当得真值 汪,凯文也是点头,你们研究好了吗? 卡伦问道,那个老管理员没给你使用说明书吗? 普尔问道,没有,他忘了,我觉得他大概是故意的,可能在他葬礼那天才会给我 普尔摇了摇尾巴,道,但他肯定没想到,你家里有一只天才猫咪 汪,哦,还有一条天才唇狗 凯文兴奋的摇尾巴,你们研究得怎么样了? 卡伦问道,才送回家多久啊,还在慢慢研究中 但问题不大,再把玩个一个星期我们就差不多能给你做一个使用说明书出来 现在大概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空间传送器,有点像是各大教会都会保留的传送法阵,不过它更稳固 唯一的问题大概就是,它不能传送活物,连带灵性的东西都不能传送 这台冰箱里暗藏着主阵法,那个烟斗和树底里则雕刻着附属阵法,在不是很夸张的距离里 比如,大概在约克城范围内,你可以用烟斗和树底两个之一做召唤物,在地上或者桌子上画个小召唤阵 然后放进冰箱里的东西,就能传送到你面前 不过这台冰箱光插电源线可不行,还得去黑市买些紫水晶当能量源安置在里面 平时不使用时消耗不会大,使用时会集中消耗 所以,在时间条件允许和打车费允许的前提下,我还是得尽量选择打车回家取东西 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不过纯狗说这台冰箱里暗藏了升级路径 但我们家现在的条件暂时没必要去尝试升级 一是你用不到,二则是升级后,你在约克城范围召唤冰箱里的东西所付出的代价 和你隔着一片海在瑞兰召唤冰箱里的东西一样 你上次的那个任务,所有点券能买到的紫水晶,大概只能够你传送一下 现在呢,不升级且在约克城的前提下 等我们全都摸索好,你也熟读了我们做好的使用手册 不考虑折旧成本,只考虑使用材料费的话,大概是帕瓦罗先生三个月的津贴 简而言之,一次使用成本是三帕 卡伦忽然想到上次自己和老萨曼坐在屋外吃水饺 老萨曼说要数一数水饺数目,就把冰箱里的水饺召唤出来了 所以,就几步路的距离,他就消耗了三千多点券 当然,这里有着老萨曼故意向自己展示冰箱用途的意思 但,还是好贵 普尔说道,就比如你的那把阿流斯之剑,那么大的一把剑肯定不适合随身携带 所以等这个冰箱正常运行后,你就可以把阿流斯之剑放进这台冰箱里 等你需要战斗时,就把它召唤出来 试想一下,当你要和人厮杀时,阿流斯之剑忽然出现在你身前,你握住了它 然后呢,卡伦问道,呜,至少这个场面,很棒啊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是吧,请不要怀疑我的审美 好了,我先去洗澡休息了,明天要出任务 卡伦去灌洗是洗了澡,然后躺床上就开始睡觉 普尔和凯文则继续研究着冰箱,乐此不疲 第二天上午8点,卡伦起床,习惯性看了看自己的床侧,没看见普尔的身影 起床后发现凯文睡在冰箱下面,而普尔则睡在冰箱顶部 卡伦将普尔抱到床上,帮他盖好被子,洗漱后走了出来 少爷,阿尔弗雷德将一个小行李箱以及一个箭盒放在卡伦面前 您的换洗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我已经帮您收拾好了 卡伦觉得,生活中有阿尔弗雷德的存在,是真的美好 费心了?应该的 那我先走了,这阵子家里还是得靠你照看 另外,青藤墓园那里,你有空就去看看 家里的事,请少爷放心,至于墓园那里,我会每晚都去找萨曼先生聊天的 会给予他我们的最尊贵客人待遇,让他感受到来自我们家丧仪社的温暖 好的,我相信你能做到 卡伦将剑盒放在行李箱上推着走到铺门口,准备去开车时 却发现那辆黑色的贵宾车已经停在了店门口的公路上 皮克和丁科姆一人手里拿着扫帚一人手里拿着抹布 但目光一直盯着那辆车,像是在盯着他们无法触及的梦 卡伦走了过去,车门打开,范妮正坐在里面,开车的自然是配格 让你们久等了 卡伦笑道 他清楚,这种待遇可不是因为长相,而是靠自己昨天在擂台上所展现出的实力 我们也是刚到,卡伦将行李箱放进后备箱里 至于剑盒,则放置在了车座下的加层中,方便自己取用 然后,老规矩,配格将车开到了码头 停好车,三人都开始将后车座往后放 不过卡伦没急着躺下去,而是下车打开后备箱 从自己行李箱里取出了一个脖枕,取出一个后,卡伦发现还有两个脖枕在里面 卡伦将它们都取出来,回到车上后分给了范妮和佩格 自己的这个是灰色的,给范妮的是粉色的,佩格的则是天蓝色 范妮笑道,卡伦,你可真是细心 其实,细心的是阿尔弗雷德 哎哟,佩格抚摸着脖枕,感慨道,该死的,你就喜欢这种治疗却不上床的调调吗 卡伦提醒道,今晚我们又会睡一张床了 你心里清楚,我说的是动词 车厢里陷入了安静,三个人都开始很自觉的补眠 因为现在除了等待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且做其他事还会消耗精力,睡觉,永远是最优选择 虽然昨晚睡得不错,但卡伦还是在车上睡到了下午,然后被范妮轻轻喊醒,该吃盒饭了 三个人还是老样子,为了怕盒饭里的气味污染到车内,三人都是靠着贵宾车蹲下来进食 吃完后,就是继续睡觉,等到天色渐暗,在范妮的提醒下,三人去附近的卫生间解决生理问题,然后洗脸整理仪表 一切准备就绪,车开到了单独停泊处 看似就一辆车停在这里,但实际上外围的工作可不仅仅是队长他们那帮暗处保护的人 整个接待工作动用了很多教会在世俗里的力量 只不过有些东西,没必要刻意呈现出来,秩序神教也没必要靠这些去表现什么 远处,一艘小客轮已经出现了身影,正向这里驶来,引领船已经开了过去 三人站在车外,因为船还没到,所以现在还能随意点 泛妮笑着问道,卡伦,这次有没有准备什么礼语 佩格复合道,对,再让神子怀孕回去,以后我们神教直接靠你兼并其他势力了 神子不应该是男的吗?卡伦问道,严格意义上来说,神子是没有性别的 涉及到神的一切,都无法用性别去衡量,男性神怀孕但下子嗣记载里又不是没有过 泛妮解释道,佩格马上道,所以,这位神子很有可能也是女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 理语的是,因为有过上次的误会,卡伦不会再去添加什么累赘准备了 昨晚在青藤墓园,他也没向老萨曼询问关于帕米雷斯教的事情 上一次是自己第一次执行任务,难免紧张,这一次,一切就都从容了许多 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好,其他的,没必要强求 克伦在引领船的带领下,越来越近了 范妮开口提醒道,大家,做好准备吧 按照队长的提醒,这次安保任务危险系数会很高,我们必须全神戒备 是,是,卡伦,你站前面来 我,对,因为你是这次贴身安保组的组长 哦,好的,自己这次终于不再是唯一的组员了 卡伦走到前面,双手下摆,蝶鱼身前,佩格和范妮站在他身后 克伦越来越近,卡伦开口道,像上次你那样,代表秩序神教欢迎他们的到来吗? 嗯?范妮应了一声 卡伦微微汗手,在心里打复稿 秩序在上,欢迎帕米雷斯信徒的到来,我是您此行的安保组组长 我和我的小队将负责您在约克城期间的安全 嗯,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克伦近了,近了,越来越近了 卡伦微微仰了仰脖子,保持站姿,嘴角提前预备好得体的微笑 目光注视着前方即将靠岗的克伦 然后,克伦在卡伦的注视下 炸了 炸了